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大名鼎鼎的WAP家已经十年一个礼拜了 那所有依赖于WAP家科学上网的小伙伴们呢 心里那是光的一批,全网也是乱着着的在讨论这个事 那说实话,我白嫖WAP家呢,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好在本身呢,我的频道就是专门为大家介绍这些各种各样的免费的VPN 所以说我随便打开一个,就可以上,就可以科学上网,不至于失联 那么我担心有些小伙伴可能因此而失联 所以呢,今天赶紧的紧急为大家伙再送上一款免费高速的科学上网的工具 那么这一款呢,也是伊朗大神最新魔改版的 基于V2N魔改版的一款,无线流量高速的免费的VPN 那么我稍微测试了一下呢 它的速度真的是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 它比WAP家要快了很多倍的速度 以前用WAP家的时候呢,我这个3万5万的速度 那现在用到这个呢,你的网络环境好的话 它随随便便也可以跑到十几万开的一个速度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首先来讲它的下载方式 我们进入到GitHub的一个开源网址 那么这个网址呢,我也会在视频下方分享给各位小伙伴 我们到这边来了以后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个MasaNG这样一个免费的工具 我们到这边呢,点这个开源下载的一个地方 打开以后呢,它目前的版本是B8.0的一个版本 后面我们就不看了 那我们朝下拉 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下载的一个版本 那么很遗憾,目前只支持安卓手机 所有的都是APCAD 目前其他的系统平台正在开发当中 那大家尽请期待 OK,我们这边呢,就下载它的一个V8A的一个版本 假设这个你下载了,你的手机不适用 那么你就下载这个V7A的版本,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点这个V8A,点击下载一下 那这边我是已经下载过了 我就把它取消掉,取消掉 那大家看到,就是桌面上这样一个版本 好的,我们打开手机 打开以后的话呢,我们直接把它拖入手机上 给它安装一下 好的,这边呢,我们点继续 正在安装当中 好的,这边有一个提醒啊 没有上架,不是官方应用的什么东西 我们不惯,我们点继续安装 好的,这边安装成功以后呢 我们直接打开啊 打开以后,这边是否发送通知 我们禁止一下 好,到这边呢,有一个就是授权的一个选项啊 我们直接点这个Accept接受 好,到这个界面以后呢 大家看到啊,这个这边呢是一个什么地址啊 这边是这个应该是波士文字啊 我们也不是认识 那点开这个左上角三条杠的话呢 这边有一系列的一个菜单啊 我们直接点这个设置菜单 我们朝下拉 这下面这边有一个语言 它现在是AOTO啊 自动选择的,我们点开它 我们把它的语言改成 你需要使用的语言啊 大比方我改成这个中文简体 好的 但是改完以后呢 菜单上其他的选项啊 好像没有怎么变 所以说改跟不改 其实是一个样啊 那么怎么操作呢 大家看到左下角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getconfig 那我们就点击一下 第一次获取的话呢 它速度没那么快啊 大家稍微等一下 然后出现这边一个验证码 那我们就输入一下它的验证码 输入以后呢 现在就导致了一批的节点啊 好的 我们点这个地方 test这个地方进行测试一下 看看它的网络延迟啊 好 测试完以后呢 我们点这个 sort给它排下去 好的 大家看到这一边呢 这一边就是它的延迟时间啊 我们随便选一个 给它连接测试一下 我们点右下角 这个V字的图标 点击一下 这边呢 它需要有一个网络连接的请求 我们点确定 好的 现在这个地方变蓝了 表示它已连接上了啊 这个地方已连接 点击测试连接 那这个界面呢 非常像我们其中的一个 之前我介绍过的一个VPN啊 非常像 那我们点一下 测试中 好了 刚才测试不成功 我们换个节点呢 现在连接成功啊 延时1019毫秒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主页 打开浏览区 我们接进入的这个YouTube 这边呢 输出一下试开 好的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 测试一下 好的 现在已经正常开始播放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啊 目前是1440的 我们给它干的最大 2160试一下看看 好的 车车缓冲呢 现在也是正常播放啊 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去到哪里 好 目前的速度是27000 现在去到30000啊 不断的播放呢 它速度是持续的上升当中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看看 好的 在4K的情况下呢 这个快进也是没有多大压力的啊 目前是25000 26000 好的 这个节点呢 目前平均在26000左右啊 那我们尝试一下跟它换一个节点看看啊 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呢 我们再换一个节点 搭比方这一个啊 这个啊 这个吧 也行 这边来一个 再连接一下 连接以后我们测试一下它的一个原始啊 这边是1089毫秒 我们再倒回来这个地方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啊 现在去到32000 现在去到32000 基本上我们现在32000 33000 那目前呢是晚上9点的42分啊 那有这个速度的话呢 我相信白天的速度会更快 好的 我们再回到这个 VPN这边来啊 这边还要给大家所要交代的一点呢 就是说啊 假设这几个节点呢 你用一用啊 可能这个延迟比较长了 然后这个速度变慢了 没有关系啊 其实这个VPN呢 是这个伊朗大神啊 综合了很多大咖们的这个VPN集合在里面的啊 具体原理的话呢 这个不是太清楚 那我们不用就可以了 假设你这边呢 这个延迟变高了 或者这个速度变慢了 那好 我们可以点这个地方呢 get configure 再重新添加一批节点进去 那这边有13个新的节点被添加进来了啊 那我们再重新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好的 我们再给它排开去 这边是它的一个延迟时间 那其实上面有一些按钮呢 特别是这个加号 大家看到 这其实也可以自定义绝点啊 扫描二维码 将贴板导入 或者这个从本地导入等等啊 自定义配置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假设你有其他绝点的导入进来用 也是可以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边呢 这个是一些其他功能啊 其他功能 那大家可以自行去研究 那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节点 连接一下 好的 我们再到复的这个YouTube这边来 我们给它再快进一下 好的 现在正常播放啊 这个2万的一个速度 OK 表示说这个新导入的节点 也是完全可以用的啊 目前的话呢 还是这个2160P 目前稳定的2万左右的一个速度 那我们正常使用的话呢 是绰绰有余的了啊 好的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啊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